好 接下来让我们请出求职者 冯玉婷 二十二岁 贵州大学科技学院 戏剧影视表演专业 哈喽 大家好 各位老师好 主持人好 我叫冯玉婷 今年二十二岁 来自贵州贵阳 毕业于贵州大学科技学院的 戏剧影视表演专业 今天来到非你莫属呢 是想要应聘一些销售岗位 还有策划 还有就是新媒体 对 很高兴 好 欢迎你 玉婷 你今天找的岗位 很让我有些意外 因为你学的是戏剧影视表演 对 可是你却要找的是销售 策划 新媒体 2016年的三月到十二月 是在服装店做销售 18年至今 一直在做短日频拍摄和带货主播 对 然后21年的一月至今 还是个体老板摆摊 括号离职原因叫未离职 就是一直还在摆摊 对 你精力好丰富啊 你是在体验生活吗 没有啊 就是想赚钱 想赚钱 对 为什么这么想赚钱 就是想让自己妈妈 不要那么辛苦 为什么不想让妈妈那么辛苦啊 因为我是单亲家庭 然后从小就是我妈妈一个人给我拉扯大的 所以我就觉得我妈妈很辛苦 从小参加学校的活动啊 主持啊 我妈从来都没参加过 我就很想我妈就真的就有时间 不用每天去上班 每天去工作 就每天就就在我身边待着就好 为什么没有提到爸爸呢 我不想提 可是他终究是你生命当中绕不过去的一个人 就是我不太想说 因为我其实并不觉得 每一个人都能做爸爸 很有哲理的一句话 他确实给了我生命 但是 我还是不想提 就是我甚至都很避讳说到这个词 我看到你的母亲姓冯 嗯 是我跟我妈妈亲 妈妈现在组建家庭了吗 没有 因为我妈妈就是比较以我为中心嘛 我妈妈会什么都比较在乎我的感受 所以我妈妈就一直都没有说 在组建家庭 就一直就是只有我一个 我也是跟我妈妈信的 然后我可以理解你说的是不愿意提 父亲那个词 因为我的经历是和你一样的 所以我可以理解 但是你应该鼓励和建议 你的妈妈的话呢 再去组建一个家庭 因为她很辛苦 我觉得她也是需要关心的 我看完资料以后 我觉得你妈妈真是一个挺伟大的 一直在深圳打工 供你读书 供你学表演 供你生活 衣食住行 甚至我注意到资料当中有这样的描述 就是玉婷的妈妈 在去想和别人组建家庭的时候 她首先考虑到的不是对方对自己怎么样 是对方会对玉婷怎么样 玉婷会不会觉得舒服 玉婷会不会接受这个人和这个家庭 看完你的资料之后 我又懂了那句话的更深层含义 就是女子本弱 唯母则刚 妈妈今天知道你来 非你某手舞掌工作吗 不知道 我很害怕我妈妈看到我 就小的时候会很期待 我妈妈参加我的每一次演出 但是妈妈长大了 我会很紧张 我会很害怕我妈妈看到我 脆弱或者不好的一面 我本来想开开心心录完 然后让她开开心心看 我就生怕我妈妈看到我哭什么的 你活得太坚强了吧 就连我们公认认为 外表很坚强的小乌龟 你摸摸她的爪子 也是很柔软的 对 其实让妈妈懂得 你也一直在挂念着她 我觉得是一件很好的事情 我觉得你作为子女来讲 更多的是要分享 要给妈妈分享你的喜怒哀乐 因为你分享给你妈妈 其实是对你妈妈最大的一个安慰和安心 我真的建议你 节目录制完之后 给妈妈打个电话 告诉妈妈 我站在这个舞台来展现我自己 其实我相信那阵你妈妈 是非常非常骄傲的 感谢观看